在美国撤军之后迅速拿下阿富汗的塔利班 星期二举行了重新掌权后的首场新闻发布会 他们对外承诺不让阿富汗沦为恐怖主义的基地 对内则表明绝不报复任何人也会尊重女性 不过一名流亡英国的阿富汗前女法官却表示 不会相信塔利班许下的任何承诺 另外在重夺政权之后 塔利班第二把交椅巴拉达尔已经返回了政治老巢 坎大哈准备大展拳脚 巴拉达尔17号从卡达尔飞抵塔利班的精神发源地 卡大哈时受到支持者热烈欢迎 53岁的巴拉达尔被视为塔利班的二号人物 是塔利班已故创始人奥马尔最信任的军事指挥官之一 巴拉达尔曾在2010年被美国和巴基斯坦逮捕 2018年获释后前往卡塔尔 这次返回阿富汗具有重大意义 在巴拉达尔回国的同一天 塔利班召开了首场记者会 承诺和平与尊重女性 当地女子可以接受教育和工作 但必须符合伊斯兰教规范 对此曾经在塔利班治下生活 如今流亡英国的前法官马之亚表示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阿富汗人民不应该相信塔利班的甜言蜜语 马之亚透露塔利班重长政权后阿富汗境内的女权人士 因为害怕受到对付如今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 还有一些女大学生目前都待在家里不敢出门 并且对未来感到彷徨 一些当地女性说 她们愿意接受伊斯兰的着装规范 戴头巾 但不是穿罩袍 同时她们也希望能够继续工作和接受教育 尽管有媒体报道 当地民众人心惶惶 逃亡朝甚至挤爆喀布尔机场 但中国中央电视台指出 首都喀布尔的局势已经稳定下来 一些小商家星期二开始逐渐恢复营业 对于阿富汗人民渴望的和平 塔利班政治办公室告诉半岛电视台 他们不贪图权利 而是希望拥有一个伊斯兰体系 和一个包含阿富汗所有人的未来 每个人都有机会为国家服务